俄克拉河马州的民主党 他们就已经绞尽脑汁 为了反驳这样可耻的 剥夺女性自主权的立法 于是愤怒的民主党众议员 就提出了一个超级天才的想法 他说他有一个想法 想要在明年立法 给所有的年轻男生 强制的做书经管的切除术 等到他们可以在经济和情感上 负责任的时候 再让他们恢复生育功能 如果你们真的想断施 我会邀请你 我考虑下期的策略 我考虑下期的策略 会指出每个男生 当他们到达出生育 只能够改变成了 当他们到达出生育和情感的确保 我不知道书经管切除术是什么了 但是听他的意思 这个大概可以理解成 暂时结札吧 也就是说 让他们不要随便的导致别人怀孕 等到他们做好准备当爹的时候 再把这个功能给恢复 这个奇怪的提议 如果真的实行的话 大概是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真的用得着这样吗 如果着急 那你就早点结婚嘛 保持自己的生活圣洁 控制一下自己 不要随便就把人搞怀孕 或许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